大家好 今天想用那個 項羽的雜射隊來通關 那原則上馬騎是 裡面 必要的增傷角色 除非你有 鐵扇 那就會更好通關 子龍是針對炸板 這過程中會有連續炸板 然後阿柯亞針對王一的部分消除技能 打擊則是王二指定盾的部分 那第一關的部分請大家就是如果手轉能力沒有像 有些實況主那麼厲害的話 我會建議跟我一樣就稍微摸一下 版面上居然沒有光 太神奇了 那至少要 至少要給我一顆光碼 一顆就好 小一點小一點 不要太大力 原則上我會建議摸到那個 馬騎跳起來為止 我會建議 真正的 我會建議 我會建議 阿柯 他會建議 我會建議 我會建議 你會建議 我會建議 我忘記回血了,還好,跌到星期了 這個時候馬血快跳起來 那就可以把火珠整個消滅掉 對你下面通關會比較好通關 然後這時候就開啟馬奇 那原則上如果說 你的反面真的太糟啊,火珠太多 像這種情形的話,又沒通關 你就必須要開紙龍 像我就會開紙龍,如果真的做不了的話 我會建議你就開紙龍 反正沒有差 原則上如果剛才直接紙龍記憶加上馬奇 要過是沒問題的 反正這裡再某個回合 紙龍一樣這樣會跳 1 2 3 4 5 然後記得馬奇的線 我都會忘記馬奇的線 2 3 4 5 1 2 3 4 1 7 4 5 1 9 2 6 7 8 9 10 1 2 8 9 10 1 2 5 2 6 1 4 4 1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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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關就是直接開啟巷魚即可 那記得還是要通過馬騎的線 因為我剛才都會忘記通過馬騎的線翻船好幾次 就盡量切割 通關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剛才忘記就是通過馬騎的線幾個殘血 超悲劇的 第二關就是請你開啟巷魚即可 然後再加上 神光拳 還是要記得要過一下 那個線 然後開一下那個龍科 龍科部分盡量要在一萬七千分左右 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過關應該是沒有太大的殘念 第五關 第五關 第五關請你開子龍祭二 然後用炸板 然後給炸掉 再加上 然後放著吧 如果這樣不信的話 可能就要稍微再摸一下 看樣子應該是還好 但還是很有可能會殘血 所以還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殘血的話 盡量避免 把風化珠給留在場上 會造成你通關 不要的麻煩 一 二 三 一二三 四 嗯 很佛心 過這樣還過不了 因為太佛心了 因為太佛心了 呃 開笑 一二 又是四 怎麼做得這麼好 最後一關 最後一關 先開那個神光拳 然後再開馬騎 開子龍祭一 再開了 因為龍嗑還沒跳 建議 龍嗑跳再來 來~~ 他技能會比較好一點 看一下喔 消除跟攻擊 這回血啦 像龍柯應該就跳了吧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也夠了 清理要算準 火珠是夠的 然後好 那我們就 進消木 然後開打擊的技術 開豬 開啟龍客 現在這樣就過了嗎 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11000多 好 過關了 以上就是今天示範的部分 原則上 主要輸出還是透過馬奇 的增傷為主喔 那 紫容即時的救援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一張角色 那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的話呢 請在下面幫我按讚 做分享 那 如果你有比較厲害的通關隊伍 也可以跟我做分享 或者是說 你有什麼想要詢問的地方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給我 嗯 那我應該還會再 做一個 比較 快 快通關的 視頻 可能就把它改成鐵賽 來 進行示範 再搭配 敖廣應該會更快一點 那 感謝大家的 收看 我們 下部影片 再見 吧 掰掰